第353集 简单粗暴 喂 我们要走了 再不走就要锁门了 我们晚上可能就要在厕所里过夜了 莫小玉拍了拍陈婉莹飞红的脸蛋说道 陈婉莹和别的女人还不一样 她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是很成功的事业 这份事业是她用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像是高傲的天鹅 身边的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自尊心极强 可以说自尊心是他们最坚硬的外壳 要想渗入到他们的内心 首先就要把这层外壳给剥掉 当然了 方式不同吧 有的人可以采取温柔的方式 慢慢的把这外壳软化掉 可是莫小玉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香港慢慢的软化他 而此时 简单粗暴的方法也许更为有效 好在是电梯里没有人 这样陈婉莹松了一口气 挽着莫小玉的胳膊退到了最后 一直倚着电梯的箱体 这才放松下来 冰凉的感觉透过薄薄的礼服布料 传递到她的身上 让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以往搭乘电梯时 她从来都不会依靠到电梯的箱体上 因为她感觉那个墙壁很脏 但是今天却给她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一直倚在箱体上 直到一楼出了电梯 莫小玉和陈婉莹刚出了电梯 就看见前台围了一圈人 其中一人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 在和前台服务员理论 怎么可能没有记录 你们这是五星级酒店 是要24小时监控的 怎么会没有 莫小玉从她的侧面看到那人是谁了 居然是老鬼子石田杨平的保镖 那怎么会在这里和前台吵起来呢 你干什么啊 快走吧 陈婉莹到底还是心虚啊 见莫小玉停下来看热闹 他拉了她一把 示意她赶紧走 这里人来人往的 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见到人了 稍等一下 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莫小玉说道 走吧 我忍不住了 陈婉莹皱眉道 莫小玉笑笑心想 大律师的自尊心还真是强啊 于是说道 你约是这样 就约有人看你 你看四周 现在有人看你吗 大家都是各忙各的 哪有人会理你啊 更不会想到文明香港的大律师 居然 不等莫小玉说完 陈婉莹的一只手就拧住了莫小玉的胳膊 他只好闭嘴去了咖啡厅 果然啊 银康宁和蒋玉然 陈家豪还在喝茶聊天呢 不过当他们看到陈婉莹居然挽着莫小玉的胳膊走了过来时 还是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这小子果然行啊